周日有上百艘游轮游艇组成的挺川游艇集会 在南加州城县的Newport Beach去行 各式各样的游艇上挂着支持川普的旗帜 船上的人与桥上的支持者热情互动 引得过往车辆也不断鸣笛 与此同时在河滨县也有一场上千辆汽车的车队游行 支持川普连任成功 车队秩序井然一眼望不到头 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还表示 若拜登当选 恐怕民主党会带领美国进一步左转 推行社会主义政策 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有民众表示 拜登当选必定会对中共妥协 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李子文 洛杉矶采访报道